好 接下來下一位是 高級仔他帶來的角色是來自深淵的黎明清 讓我們一起來看這個充滿狂氣的表演 OK 我們跟 consci者說 我們一起牠的時間 我們一起給你 可以帶你來自身在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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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謝謝 來 拍照 時間 準備好 第一個 pose 好拿道具拿道具 哈哈哈哈 好來第一個 pose 再來第二個 pose 看一下 第三個 pose 好 第三個 pose 5 4 3 2 來 請中間移動一下 來來來來 你看得到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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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得到 好酷喔 那你今天為什麼會想要扮演這個黎明青的角色 因為我覺得因為我自從剛看的來自深淵 看到黎明青這個角色 我覺得自從我剛看的來自深淵 發現黎明青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發現 我就是為了他的存在 我覺得我能夠變成黎明青 然後和大家宣揚一下我們黎明的美好 和我一起讚嘆黎明 你黎明 黎明 不方便講串 好 所以說你是為了這個角色才出生在這世上的 沒有錯 哇塞 哇 非常欣賞你 我這邊請教為什麼你的暱程要叫高級仔 因為如果我沒有穿這身衣服的話 我就只是一個仔仔而已 是一個水仔 所以我覺得我能夠cosplay 然後我參加很多相關的活動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很高級的仔仔 我希望我以後能夠變成特級的仔仔 特級、廚師之類的這種感覺嗎 那特級的上去是終極仔仔 沒有錯 可是還是仔仔啊 只是沒有脫離還是仔仔 好 那我想要問你啊 就是我發現你以往cos的角色還是後面角色比較多 為什麼 呃 因為我還蠻麻煩的 哈哈哈哈 你說化妝很麻煩 你也太老實了吧 好那 我想要問就是 你覺得cosplay為你的人生帶來了一些什麼嗎 我覺得自從我玩了cosplay之後 我發現我能夠和大家展現一下我的指牌的 能夠展現真正的自我 我覺得它讓我還蠻有信心的 能夠站在這麼多人面前 可是我不會覺得非常的緊張 喔 因為戴著頭套 哈哈哈哈 哈哈 OKOK 好的謝謝高級仔 謝謝 謝謝 來來來來 我需要簽一下嗎 有很多人想要告我或是怎麼樣 沒關係 你們儘管講 我都接受 然後最後這哪個經典中 大家不要激動喔 SBOLASH 謝謝 SBOLASH 非常謝謝 高級仔 來謝謝 謝謝高級仔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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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